大家好,我是Sandy 今天有朋友在问我 Sandy,那个随手记里面的 最开始起始界面 滑动效果是怎么实现的 你好不好奇呢 在座里有个好奇的 因为我们现在 所讲到的内容基本上已经涵盖了 各种的商业的 应用程序的情况,但是我们 唯一还没有去涵盖什么呢 第一,滑动 就是和拖动 第二,我们还没有涵盖到 涵盖到详细的 动画的这块过程,对不对 而拖动和动画 这个都是在下个阶段会去讲到的 事实上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界面实现起来 是不是很复杂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也希望写一个程序 在开始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像什么 像一个Hello Tips 这样的一个介绍,对不对 我们已经知道下头用一个Radio Group 就可以了,那这个地方是用的是什么呢 首先它肯定是张图,对不对 但怎么样让它实现这样的搓动效果呢 我会跟大家说 其实很简单 在这里推荐大家一个空间 大家下去自己看一下你就会了 就是那个Gallery No,Not Gallery Gallery用到这个地方不是不行 但不会有这样的效果 因为Gallery 第一,你确实可以把它每一张图都把它撑满 对不对 但是Gallery莫认情况下 你这样一划 你一使劲,它会划好很多张 那个是Gallery的效果,还记得吧 那它实际上是用了什么呢 实际上很傻瓜的 你根本就不用自己去写 你也不要认为大家实现这个功能很复杂 实际上Android提供了现成的一个类 叫ViewAnimator 试图的这样一个动画 这样一个类 它继承于我们的FameLeal 看没有 那一看这个我们就知道 不是很复杂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样的方法 有个进入的动画 推出的一个动画 第一张试图是什么 是哪一张 对不对 什么天家呀 云木 OK 就这样的一个试图 你看方法也很简单 也很少 对不对 大家下来自己去学习一下 或者到网上去查一下 事实上 我们后面会讲到它的一个原理 我们以前说过 我们在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Android的里面 试剑是不是只有三类 去掉一个五项按钮 现在不大用的轨迹球 这块不大用的 我们现在只有两类对吧 一个是K K event 一个是什么 Touch event 所以Touch event就厉害了 什么短按 长按 什么Touch down Touch up 还有我们的拖动 全部是靠它实现的 以后我们还在动画里头 还要去讲到这块内容 拖动的这块内容 而拖动的话 我们留意这个接口的地方 你会看到 在用户接口定义里头 它直接就有一张是讲解拖动 直接就有一张讲解拖动 而这一块是什么呢 是我们3.0之后引入的 所以我不会给大家去详细的去讲解这一块 因为这一块它有现成的类 但是我会告诉你 它是基于 那你说3.0之前 我们就不要拖动了 没有这个东西 那也不是这么回事 我们重点是要知道它的原理 什么样的原理呢 我们想象一下拖动 跟我们滑动有关的 有两块类的手势内容 第一块是我们滑动的手势 对吧 这个手势很容易理解吧 那就是它会计算你这样的一个位移段 而我们untouch里头 当你的这个 就是你的手指按着屏幕上不动 我们的untouch 你不要认为它只是执行了一下 它会不断的去执行 这个我是说过的 对不对 因为你看似不动 其实你的手指在里头微动 它也是会监测得到的 那么这样子想象一下 它是不是 你在滑动的时候 它是不是可以监测你的轨迹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手势的应用 好 拖动是怎么实现的呢 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点中 比方像我们lunch一样 我点中一个图标 把它拖到另外一个地方 拖动 的原理是这样的 它第一 会有一个开始拖动 start 然后就是什么呢 dragging过程中 对不对 然后就是什么呢 结束嘛 这是我们最简单的理解的这样三个步骤 差不多的 所以你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只靠untouch event 来完成这样一个开始拖动 我怎么样去判断 我按中一个图标 是不是靠它上面的这个lunch click 对不对 我就长时间点动它 意思就是我要拖它了 对不对 你想象一下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这样的来监控 那么长时间点中它 好 我就开始拖了 就开始start 我就认为你要开始了 然后拖动过程中 就是我手指一直不移动的 这样一个手势的这样一个过程 记录了轨迹 这是我们正在拖 然后最后你把它放下 在这个过程中 你把它放下 你的这个手指挪开的这个过程 是不是就是完成拖动 那么在这个拖动过程中 我们还要一些效果 我们称为shadow 一个阴影的效果 阴影的效果 也就是说 当我开始拖它的时候 我这个对象会变成 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比方要加点阴影 对不对 这样就能识别出 它正在拖了这种效果 有了这样一个原理 我们就知道 原来我们是很容易去实现它的 哪怕我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后面我会给大家 从这一块内容 直接ontouch 去跟大家实现一个拖动 大家会发现不是那么拖拖 那会了这个 你再去看这些高级封装内 你就看得一不了了 我们来看一下 比方说就它这个 十一里头封装的 drag and drop 你看它就封装了一些 这样的生命周期 started的 continual的drop和end 它多封了一个过程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头也有一些行为 你看它也有个阴影 也有一个阴影的建设 所以大致就是这么回事 就这么回事 那这块我们今天不会去讲它 我们以后大家做一个自我学习的内容 所以这块大家记住 实际上就用我们的view animator就可以了 你说进入和退出了动画 我不会画怎么办呢 先用系统的嘛 对不对 我们之前也演示过系统的 什么feed in feed出 feed out 好这块给大家稍微做一点衍生 这样子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做 完完整整这个应用程序了 前面 好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内容 第一 跟大家把notification 就是我们用户提醒这块 包括toast 跟大家讲完 然后跟大家讲一下 android的界面里面的样式和主题 并且跟大家一块思考一下 它的设计有什么不足 最后跟大家讲一下开发自定义组件 其实开发自定义组件 大家我相信通过我们一直贯穿以来的这样一种思想和讲解 大家已经会了 对不对 我第一天就给大家演练了一个开发自定义组件 那今天我再跟大家加一些事件在里面 OK 那么通过这三块内容的讲解 我们的UI第一个阶段就完整整结束了 那么大家就可以系统的去做一些程序 下面就是链了 对不对 好 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用户提醒这块 那么用户提醒 Android的里面提供了两个机制 一个是toast 我们知道它的一个效果 就是有时间限制的这样一个显示框 那么 除了toast之外 还有一个notification notification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上面的这些提醒 对不对 那么toast我们常常都在用 我就不再去深入的讲解了 大家想深入了解这个类的话 自己去看帮助 看圆满 我现在来讲一下notification的一个操作 我们先来做一个notification的操作 在官网上面 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定义 大家也可以在这里去查询 提醒 我们看一下start button start button notification 它还有一个对话框 这个对话框我们就不用讲了 总有过的 他在这里做了一些定义 并且给出了最简单的这样一个代码 我把这个代码总结了一下 总结成了四个步骤 大家来看一下 第一步 是通过get system service 得到我们的notification manager 这样一个对象 管理者 那么得到这个 以后我会讲工厂模式的时候 还会详细的来讲这种设计模式 得到了这个notification管理者 他的目的是干嘛呢 将来是用来去真正的 让我们的提醒生效的这样一个功能 然后我当然就要去开始 去构建我们notification这个对象 提醒这个对象 那么构建好了这个对象之后 我要去设置它的这个事件信息 对不对 那么设置完这个事件信息之后 我就可以去启动我们的提醒了 这样的四个步骤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notification这个类 好 那么它也不是一个UI组件 我们也知道 它跟我们昨天学过的 Dialog的这些内容 是和manual是非常像的 都是直接继承我们object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想 它肯定也是一个什么 自己来呈现自己的 这样一个类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 不要把它想成是继承build的 这样一个类 那么在这里 在这里你看 也有一些build的模式 如果你愿意用到 我们也可以用这些build的模式 那么我现在来猜一下 我先不看它的 大家看我怎么来猜它使用 我建一个类 Sunday Notification Activity 提前的Activity 再建一个layout 建一个notification layout 提醒 我在这上面放两个按钮 放两个按钮 苹果果然不能装windows 越用越慢 呵呵 偷进来吧 OK 这个叫 comma notification 给它起个名字 叫button notify1 这个叫button notify2 这个叫custom 这个叫custom notification 好 我们下面开始来用它 叫custom create 做oncreate setcontent 我们注册一下 并且设它为启动的IQT 我们先找到第一个button 点击 OK点击了了 我们在这里就要来建立我们的notification了 怎么建呢 我先定义一个notification manager notify manager 这样一个对象 那么在uncreate的时候 最开始的时候 叫什么 设置 notification manager对象 实力 我们给它付一个值 怎么付呢 我们说了 用get system service 那么这里面就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常量 大家可以看一下 get system service 其中有一项 其中有一项就是我们的notification service 大家注意 我不止一次的提到 为什么叫get system service呢 因为这块是需要我们系统层的这样一个支持 对不对 因为它得到的是系统级的服务 这个系统级的服务源自于哪里 一定是源自于我们下面的底层 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 你看我们在这里 什么以后用到的电源管理啊 这些sensor啊 这些传感器啊 都是需要用到我们下面的 所以还记不记得 我一开始很早以前我调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就说过一句话 什么时候你会想到要用到它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service 这个service对应一个manager 而且我们不止一次的也说到 system manager的重要性 什么时候你会想到用到它呢 就是你当前要用到的这个功能或者服务 跟我们的硬件或者底层的东西有关的时候 你就会考虑到它 那你说这个notification怎么会跟我们硬件有关 不就是在这儿谈一个消息 我点一下启动一个activity吗 怎么会有关呢 事实上我们的提醒 很多时候是通过声音的提醒 文字的提醒 振动的提醒 是不是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提醒你的 那请问一下声音 振动 这些是不是跟我们的硬件有关的 对吧 所以你就这样子你就容易理解了 以后你就不会忘了说 怎么样去实力化这个notification 所以这块有很多的长量 我们不用去死尽被的 对不对 那以后你再遇到要点亮屏幕 你要控制这个屏幕待机 你是不是也又会想到用到这个system service 这里头其实又是有一个设计模式 在我们android里面 有大量的service 某某某service 他们在后台运行 在系统层 在我们的library那层 同时呢 又有大量的什么service manager 跟他去一一对应 用他来去管理他 明白吧 这又是一种模式 而这些所有的service manager 或者就这大量的service 又来自于我们的system service 这个机内 而system service是多么重要的呀 我之前讲了很多那种 我都说了的 包括我们bounded service 我们说那个bounded机制 是不是都要靠我们的system service 还记得吧 所以你看 我们想到我们用到很多高声音功能 原来都在跟我们service打交道 就是这样子 所以大家就记住了 好 那么给他转换成我们的notification manager 这样子我们一个manager就有了 那么这个manager 他作为一个调度者 或者叫作为一个管理者 他能干嘛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猜一下 在里头方法 有退出提醒 有去提醒 我们一看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 对不对 这些都是现成特有的 特殊的就是什么 就两个 一个是退出 一个是提醒 那我们是不是就很容易能猜到 我们下面 用是不是这个manager 用他来触发我们的提醒 这样一个事件 怎么触发呢 要传入一个notification的实例 和他一个唯一的ID 对不对 那下面我们是不是就要去建立 我们的notification实例 原来如此之easy 我们学习是这样子猜的 各位 好 那我就在这里去建立 notification实例 那么我们建立 最简单的方法 是不是就是new一个实例 我们看一下 好 有 即便这个地方 它不弹出来 我们昨天也说了 有几种构造模式 我们就去玩那种模式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以后你编程 都可以这样来猜的 好 我们来说一下 这几个构造模式 当然我们通过构造 普通的不传餐的构造 我们当然进去之后 我们还可以再给它复制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传餐的 这肯定就是它最重要的几个 传有几个参数 第一个传图标的ID 这个很容易理解 对 第二个是传什么ticker text ticker就是提醒的意思 提醒的代词 第三个lum是什么时候 win 也就是说什么时候开始 传的是一个日期 那么这样子 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去理解